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耳霄對話 你好陳教授 整年沒見了 一年間 買在facebook經常見 不過2019到2020, 雖然短短一年 但是日子並不容易過 很多時候以為是谷底嗎? 竟然是低處微算低 很多事情都有所改變 就像我們與宇宙對話一樣 無論製作還是拍攝場地 可以改的都改了 沒想過改的都變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教授, 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 壯志高飛, 希望可以在谷底反彈 這個最重要是說一個初心 為什麼要做這個節目呢 這個節目是為社會做的 是 我們會找一班非常優秀的CEO 甚至是主席 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當然在劇情的進展的時候 什麼可以發生的都會發生 但如果我們經常有一個心態就是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是重要是好的 你照做可以 因為如果沒有在初級階段的時候 很出力 或者很有心地做 我們永世都不會飛得上去 那為什麼有些小鳥飛著飛著 飛得很高 有些飛得那麼緊 有些從來都飛不起呢 這個就是那個心態 是 有些人看到面對那個情況是這麼論盡 我們不如就停 但我們是反過來的 這是這樣的環境 不如找一些內心世界非常之澎湃 從來都沒有怕過逆境的人 不如叫他上來說一下 那不是也不錯 沒有怕過逆境的人 可能是因為他的心態 又或者他的高度 他的視野 因為高度有一句說話可以這樣說 就是高度決定視野 角度改變觀念 而今天和我們壯志高飛的嘉賓有他 茶藝超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家中排行最小的茶藝超 Sunny 畢業於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取得商學理學士學位 並分別於2007年及2010年 取得香港中文大學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工程學博士學位 大學畢業之後 Sunny隨即回港 打理家族生意 加入公司之初 只有大約60名員工 如今已經發展成為 全球知名的榜稱生產商 更加有榜稱大王的稱號 2018年 Sunny被委任為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上任以來 科技園巡絕四大範疇 包括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技術 金融科技 以及生物醫藥科技 推動創科發展 新冠疫情 雖然為社會帶來多種挑戰 但同時看到園區內 不同公司擴展所長 科技園又如何聯繫各個持份者 推動整個創科生態圈的擴展 以及協同效應呢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再工業化 作為科技園主席兼資深工業家 他又有什麼心得 讓黃昏工業撞至高飛呢 與CEO對話 今集請來的嘉賓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查偽超 歡迎我們第一集的嘉賓 查偽超 Sunny 你好 你好 真的高度決定視野的話 我們今集的嘉賓應該很有優勢 因為他相當高大 不過說到高度 即我們的視野 其實真的可以站高一點 看東西真的遼闊很多 而事實上我們很多時候看事物 如果只是看時間線的其中一點的話 其實是忽略了很多事情 不能夠宏觀去看 又或者像我們 記得上次見Sunny的時候 就說你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很一般的 如果我們想 你小時候讀書很一般的 大過我們就未必想到 其實Sunny的成就 今天成為科技園的主席 你就跟我們說了 很一般的 就是說整家人來說 是讀書最差的 是否真的這麼差 其實就不是差成這樣 如果差成這樣 如果是差成這樣 就不能進入EMBA 是 又會不賭業 是 但是比起 對上兩個哥哥姐姐 就差一、兩條街道 他們實在給你太大壓力了 是 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讀書太厲害了 是 就是每次都是考第一 或者差點就是考第二 就是從小學開始 我看到媽媽教他們 都是考第一 做錯一點功課 都會被人罵的 一、二、三都是這樣 到我便不是了 是 到我便 想起來 其實有點放縱 好像 我做錯十條 都沒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後果的 是 距離就越來越遠 是 其實我長大了之後 我曾經問過我媽媽 我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她就 都挺自信地說 其實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我做了 我知道是我的成功模特兒 我第四個試試做些不同的事情 看看會怎樣 就是一個實驗品 其實 你想聽聽我的註息嗎 是 請教授 我注釋叫做恩財師教 嗯 四個兒子 或者四個小朋友 一定是不同的情況之下 有些是厲害的 嗯 就算你說怎樣厲害 只不過三個真的太厲害 4、4、A 但到最後 你看清楚 到現在一路走下去的時候 他都有不同的厲害的地方 嗯 有時候不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厲害的地方 是 為什麼呢 比如三個人都要讀書 明天就要考試 第四個人 他都知道你日後 就未必是靠這個成績的 嗯 那就不如發揮了你不是成績那邊 還有就是 如果跟以前那些人 恩財師教是什麼呢 如果你用那個方式來教你 是不行的話 他不如就不用 你做得好地地 他就稱讚你 因為他知道他不稱讚你 就更順利 教授說得好 其實是試過的 可能他知道不成功了 這樣就放棄了 很早期就已經放棄了 是的 但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壯志高飛 為什麼另一個高飛 就是永不放棄 這條路不行 就是下一條路 嗯 你讀書不厲害嗎 我想呢 不如回廠走走走 隨時就是用這個方法 你讀書不厲害 意味著經常玩 玩 即是健碩 身體好 身體好 就搬搬運運 家裡也有些人做的 是 所以千萬 所有人 如果覺得自己輪盡 你就記這句說話 我既然輪盡 我一定是調一調的位置 我其實是有優勝的地方 嗯 不用想到這件事這麼灰 明白 是的 如果你媽媽是一個教育家 我也很想訪問他 不過我有時這樣想 作為家長會不會 因為你是拉仔 通常會比較意外 比較重 拉仔拉心 這個當然是我哥哥姐 她們口中這樣說 也是這樣認為 也就是這樣認為 是吧 是 但是最終不能證明 大家都知道 只是聽你媽媽怎麼說 小媽媽一定不認 一定 這個一定會認 是的 但是其實Sunny說你讀書 也不是那麼差 只不過哥哥姐姐太厲害了 是 其實你讀書也不錯 其實都是叫做中間以上 會不會可以 中間以上 是 我在E-NBA的成績比較好 是的 因為有良師 有益友 多謝 益友一大也有 一大也有 他們那一大也有 對,一大也有 甚至乎 再讀三大學的時候 成績更加好 意思是什麼呢 你小時候 就算真的很厲害 也未必代表你日後真的很厲害 你論盡 只不過要鎮翅高飛 或者壯志高飛 是不穿 不用 一定要一開球的時候 就飛上去 你做了底下的事 那你終於現在不是博士 你的博士是自己讀的 是 不是人跟你做 當然 榮譽博士 不是 不是那些 他隨時遲些會拿的 不過他這個真的讀回來 因為我完全知道 因為我寫 你幫我寫推薦 是證明他 其實他是急就章 我想你那時候也要鎮翅高飛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讀完EMBA 還沒畢業 已經想著 還沒畢業的意思 不是他還沒讀完所有的東西 是還沒拿下的 是還沒拿正書 那你還沒拿正書 某個程度就當你還沒畢業 不過他就說 我不想浪費時間 我要壯志高飛 是 是 我被你揭穿了快飛 我就不想停 是 我想讀書 我最喜歡人讀書 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辦學 是希望那個人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他轉化了 他覺得自己在再遠處 剛才你說過 就是視野高度的問題 你去得越高 看就越多 我當然會贊成 還有 他所有科都讀完 科目考得這麼好 是沒有任何理由他拿不到 有 要挑戰自己 我只說一句 這個人是沒問題的了 他竟然完全做了所有的事 之後就不用怎麼找我了 有,我找你喝茶 是 這個重要的 是你長流 這個高飛,你知道嗎 播後的故事是什麼 自然我寫了這些介紹之後 我每次找到他工業家 我逢是想訪問工業家 我第一個問題就問 Sunny,認不認識誰 黃梓欣你認不認識 認識的 認識的 這些我很景仰的人 幫我找他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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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這次的點題叫做 壯志高飛 通常不是你自己高飛 你是有個團隊跟你高飛 那個團隊很可能 就不知不覺間 原來就是 譬如當是我老師這個學生 一起高飛 到某些日 到2020年 他就不是介紹別人 就坐在這裡 升為我們今天的嘉賓 我們嘉賓 你繼續問 教授給我機會 就是 博善你是選擇讀工程學 對 系統工程學 用了多少年時間 前後都四年 是 其實真的 為什麼你在什麼情況下 你搶著了 你覺得要不斷地去學習嗎 因為 小時候說不太喜歡讀書 其實不是很不喜歡讀書 其實 我由 第一級畢業 到我再讀EMBA 是17年 隔了17年 17年 我記得第一次真的考試 因為EMBA真的要考試 各位同學 我沒有讀EMBA 記住要考試 真的考試 我第一次考試 17年後 我拿著一支筆 看著 我讀了書 我拿著一支筆 看著一張卷 我的手真的在那裡震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 你應該會震 因為第一次考試 17年來 你什麼都不震 對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害怕 真的拿著手在那裡震 很重要的決定 要你簽大名 我也在那裡震 我想為什麼會這樣 你震什麼 怕 怕 還沒考試 十幾年 然後就放下一支筆 停了一會 呼吸 然後 看其他人 教授 那個時候是Michael 走過來看著我 過來看著他 你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 take your time 知道我後來有點緊張 過了五分鐘 又來了 沒問題 為什麼這麼辛苦 都要再讀書 第一是心願 第一是心願 其實第一次畢業的時候 還沒回家 我都想過 會不會讀書 在美國 在美國 但是我爸爸就 遊說我不要 不要 等著用人 是嗎 等著工作 等著工作 是 答應了他 就算了 放棄了 沒有讀書 是 但是一直藉著心裡 我想讀 我想讀 但是中間 其實實在太多工作 真的太多工作 直到2000年代 我有個朋友說 喂 讀不讀EMBA 他是在問我 某間學校 不是講CUHK 沒問題的 每一間都很好 然後我自己做研究 看完 我發覺 這間是我要讀的 其實我應用了 只是在CUHK 是 很慶幸教授 一激即中 面試完之後 就給我一個機會讀 有一群很好的同學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時候大概 我用什麼理由 覺得這個年輕人要收 主要是什麼呢 他不讀也可以 好 都竟然選擇了 他不是為了要讀完之後 拿一個學位 然後又要飛鴻騰達 我沒得升職的 教授 他沒得升職的 他那時候是MD Managing Director 就是回自己家做事 沒得升職 他是董事總經理 但是他給了我一個感覺 就是說 如果我不有這個心躁 其實他再不飛得更高 飛到這麼高的時候 這是你的心態 我一看到人的心態 都不能不收 就是你為了什麼呢 你為了做好那件事 那時候做的事情 都在影響社會 對於這個世界 都有點影響 我說這樣就最好了 我心機就想 你在工業界 其實呢 香港很有趣的現象 有時候向金融傾斜得很厲害 但是很多實業 我經常都問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做金融 他財產的東西 就是說你要支持什麼 你支持什麼呢 金融再支持金融 再支持金融 那些是什麼呢 但是支持一個實業 很可能你譬如耕眾 都算一個 公司啊 工廠啊 車啊 譬如他的榜 那些 你是要那個財務 是要用來建立一些東西 才是有意思的 如果你的底 基本上不是實證的東西 就有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沒有人想的 那我就有一個宏願 在與CEO對話 是 那時候每年都要有一些 這類的人 工業家 這次就不是用 他叫做工業家 但是也要說回工業 我們也有一半時間 說回工業的 是 因為他也是工業出身 而且你不僅是一個工業家 資深的工業家 而且你是小時候已經下廠 說到小到 你應該是不是在香港讀書 因為你剛才說 你去了美國 應該是初中之後 就去了美國 是嗎 初…高中 高中 高中去美國 那時候是純粹因為 家裡想你多練習 是吧 其一 哥哥又去了 哥哥姐也去了美國讀書 好的 是嗎 一條龍 那邊都是心躁下 在美國讀書的情況如何 可不可以跟你說一下 沒有被人欺負呢 是 也不是真的欺負的 最初去到 也要一些時間適應 但是… 但是我自己喜歡打籃球 是 當時在中學 也有打Division 2 是 是 我沒有跟你說過的 其實是打Division 2 很薄 高大馬 是 但我當時不是這樣的重量 高了也是這樣高 也是這樣高 但是橫的不是這樣橫 也是這樣大隻 也是這樣大隻 是 我想170、180磅左右 也是大隻的 大隻 是的 大隻應該打什麼 美國球賽 我那些也不懂 那些足球呢 香港比較少是嗎 他這個身形 也是打不夠他們 他也可以 但是籃球 反而應該要再高一點 那些位置還可以 你可以打保護 對 跟同學 就是一個普通語言 就是外國同學 美國同學 其實很快就融合到 是 就是憑這件事 所以運動也重要 讀書 我在美國 是 我最初去沒有什麼朋友 那我就周圍看了 看到我的宿舍那裡 有一些人拿著羽毛球棒 行了 我和你一起玩 有共同語言 那當然 然後我又說說那些 就是我雙打的智慧 他又說說單打的情況 那個是馬來西亞籍 就是馬來西亞籍的 是 很好播 那我就說 你們那個訓練怎樣 然後很快就成為朋友 有些什麼都會遇到我 所以人就不用太緊張 英文有句說話叫 Birds of a feather 就是那些鳥 有同樣的顏色 那些羽毛會黏在一起 但是最重要 你自己不要自己 在這裡委屈 在這裡覺得 我來到這裡 我弱小民族 你一定想到一些位置 其實如果不行 你比音波也可以 是 後來又發現比音波 第三次就發現網球 那你也有很多 我玩完三次之後 我就知道我要快點呼氣讀書 還要讀完 所以如果你要成就一番事業 其實某個時候 就從你小時候演戲 千萬不要自己在弊 不需要害怕 新年除了籃球之外 你有回去讀書 是 所以 但他讀的書 不是他想讀的書 是 你選了哪個學科 我其實小時候 我想選擇 之下 我自己想選擇 工業設計 因為從家… 也有關係 但我哥哥的時候 幫我選擇科 為什麼要到哥哥呢 他覺得你讀雙科 也好 讀見商務官署也好 這個哥哥是我認識 那位哥哥 不是 最大那個 對 最大的那個其實就是最有權勢 其實是在家裡 是大哥嘛 是嗎 他說你讀雙科吧 對,我讀雙科 順利成章沒有去想 他是不是覺得你未必在那裡讀得到呢 不知道是不是 你經常說自己論 我經常都想是否媽媽跟他 托他說而已 是的 就是說你整句畢業好回來做事 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搞其他事了 簡單單讀雙科 畢業本來就算了 大陸一點 是吧 你終於讀了雙科 讀了雙科 不過你以後做了一些事 令到自己好像不像雙科 過程中其實自己是喜歡一些 公開科學和計劃的東西 就是用電腦 對,所以很多 選擇是全部取得跟MIS有關的課程 是不需要取得的 就是學Cobo 那類東西是不需要的 現在沒有人懂的 基本的,Portrait 那些其實是不需要取得的 但我自己都取得全部取得的 但要留在這裡有一個伏筆的 他喜歡做的事 家裡就叫他不要做 然後自己去到的時候選修 我就選修回那些東西 你稍後看看 他選修的東西 在他一生之中 是有意思的 有一個轉捩點 有一個轉捩點 如果他說的時候 他接受了命運 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他沒有低頭 那你不讓我讀而已 我主修 我自己讀 後來就儲了之後 遲些這個妙用在哪裡呢 竟然用得出來 一人外國 是 所以變成有些事情 你可以不做 但你都選擇做 結果就像教授所說 你最後都能用得出來 始終媽媽在家等著你上班 所以變成在美國大學畢業之後 船隻就回來香港打工 是 就是打爸爸的工作 不過其實他小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栽培你 你自己覺得是不是 你很小時候已經落床了 也是的 其實記憶回以往 是我和我二哥 暑假的時候在床最多 為什麼呢 會看中你們兩個 不知道 或者我們兩個比較頑皮 暑假回公司就好了 不就出去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其實爸爸看著你 是的 但是兩個小時候在工廠 其實你看到的東西就在那裡 你每年暑假都是對著那些東西 你對著你就熟了 是的 那你小時候就變成 即逢遲暑假就那邊大了 是的 當時在那個年代 在工廠裡的感覺是怎樣 你當時在想什麼 現在還有一些印象 直至到你現在 其實你和工業建立筆解資源 我都說有五六個工業主任 是工業主任 是他介紹的 是 在那個年代他介紹人 到今天就沒有了 你們已經來買了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給你三分鐘後 你先給我介紹 在工廠裡的生涯 有沒有一個啟發 其實太小了 可能八歲、十歲 暑假在那裡 你真的覺得 爸爸叫你在那裡 安全一點 不要這麼外出 乖乖地在那裡 但是你在工廠裡沒有工作 就經常揭穿雜誌 揭穿雜誌 揭穿現在還有的 叫Hong Kong Enterprise 是 為什麼好看不看香港企業呢 香港幾月就是香港企業 揭穿 其實揭穿的時候 是什麼原因呢 我就是想看裡面的玩具 哦 OK 因為八、九歲的小朋友 沒理由有興趣 在香港企業 我又沒有玩具 公司又沒有玩具 看人家的玩具 看都開心 看了一下 就看到 有電器 有其他東西 有自己爸爸公司的 那個企業 就偷看 如是者看了很多年 是 都知道 有些電器是什麼人做 這些玩具是什麼人做 那做到再大一點 那爸爸夠膽放你出街 但是還是在公司 是 中學期間 有時候說 你出去做boy 做boy 做boy 送板 收票 跟那些朋友 多數是朋友 就是做洋行生意的朋友 變了很多洋行生意的企業 那些店舖 我想是十家 有八家都去過 熟的 是的熟的 甚至乎現在 還有些是在運動的公司 有聯繫的 是的 譬如在商會裡面 大家有交流的 有交流的 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也有一個體會的 可能在這裡沒說過 我也做過工廠的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中文五 打算還是要讀中文六 但是那個暑假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跟別人去的 有兩個好好的朋友說 喂 暑假賺點錢 我怎麼賺錢呢 去工廠 你去嗎 我又去了 幾個人一起上去 很辛苦的 小朋友 但就請了你是不是 請了 我請了 但是在一個禮拜之內 突然間有個打擊 好像現在近期 我們的疫情差不多 突然間一個大浪打過來 我看著那個老闆就說 就是我什麼都不要了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錢 因為現在沒有錢 我就會死的 那幾個人都知道 當那個老闆 在跟電話打電話 是很不開心 就是我要生要死 我也知道沒得玩的 是 那接著呢 那個科問呢 你知道什麼叫科問吧 那個科問就跟我說 你們三個買來 公司現在面對很嚴重的問題 每個人出了兩天就走了 每天是多少呢 九個半 很溜溜的 九個半 那裡的地界是側如蔥 唐廠街走回北角那邊 有很多山寨廠 是 那接著呢 三門出去之後呢 阿輝 過來 我幹什麼呢 難道我打破事 我突然叫分離街 分離街 是 你下個星期一 如果你想上班 你可以留下 你繼續 我問他為什麼呢 他說呢 我看到你們兩個朋友 剪線頭 什麼叫剪線頭呢 一條電線 嗯 要剪線頭在那裡剪掉 把頭上的膠 撕掉出來 然後呢 就變成金屬的閃 一搏起來就可以通電 他說你的朋友是這樣的 是 你好像很好玩 是 他說我就是喜歡你這種性格 很投入 我說公司就說很艱難 也不欠你九個半 但你們猜吧 我喜歡做不做 你啊 會不會是為了 我猜不做 不出賣那些朋友 我猜不做 是 是 那時我的題目叫做臭小子 是 但這件事對我很大啟發 就是這個世界 如果你要去到某個境界 你要記得 是很多人都其實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以為別人不知道而已 承諾 承諾 你總之做好你自己 你打算是要怎麼走 你就自己這樣走 自然這個世界就會回來 就是說你小時候讀書不厲害 沒所謂的 你一定有些東西厲害的 譬如爸爸叫你去工廠你肯去 我也猜不到 他不知道他的書是否刻意放在那裡 也不是的 那一盒東西放在那裡封了很久 做不到這樣的馬 做不到 做不到 但是你自己在一些古怪的地方 你自己會孕育你自己 你會發覺你之後走那條路 跟那時候看的書 跟我那時候剪線頭 那些叫做寒窗 那些辣雞 是 點那些圓線 是 嘩 我也點傷過自己的 但是傷了 那個方便看到的 馬上 再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時勢是黑苦 家裡還是窮 我們那時候的環境是這樣的 那這個故事說出來做什麼呢 就是千萬不要看輕每一個工作 你就算去到工廠 去到最輪盡那個人 你始終都有人想認識你 到最後 那那個人我都沒有跟他再說了 如果那個科文現在是聽到的 你要知道其實我心裡很感激他 但是雖然我星期一都沒有上班 義氣嘛 是的 交給你 我關著說故事 我們那一代的香港人 或者是我們父母那一代的香港人 其實都是工業界的 就算我們可能沒試過去剪線頭 沒試過自己做玩具 我們家裡什麼絲膠花 你親立心 就是我們上一代 我也有試過做工廠的 不過這個就有機會我們私底下再說 因為我家裡也是做工廠的 只不過我就是這樣想的 那一代的人默默奸雲 其實是孕育了我們香港 說今天的輝煌成就 其實一個是很好的基石 小時候你爸爸就安排了你和二哥 就去牆 就算你說去看雜誌也好 或者是後來做一些送貨 或者是拿一些文件也好 但是一個很好的基石 去認識這個行業 但是你真的有沒有想過 你畢業之後打算將生意交給你 在這裡我也想問一下大家心機旁邊 或者我們觀眾 甚至我們視像平台的同學 一個問題就是 讀完書了 好, 打算找SUNNY回來 也幫忙 但是其實不僅僅幫忙那麼簡單 是偉義重任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有一個契機就是北上 就是說SUNNY 如果你是幫我們忙的話 我們就可以北上發展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可能再想一想 未必是去北上的 這個雜誌也很重 你其實也是剛剛在美國 真的打完籃球 讀完書回來的 那究竟我們今天的嘉賓 《珍藝藝超博士》SUNNY怎麼回答呢? 大家在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嘉賓也可以給個答案 其實還沒畢業之前 我學校那時候是有個合作系列的 需要做半年的工作 那麼 很幸運地 我剛剛說過 我讀了很多跟MIS有關的課程 很幸運地 我畢哥有個死檔 就是在新蒲江一間很大的製衣廠 電腦部製作主任的 他願意聘請我做幾個月的演員 所以在最終是做了半年 他們說會做久一點 所以做了半年 那麼 在那間廠裡 其實看到很多 有很多真的有規模的程序 有規模的製作 那你對比 看到自己爸爸公司這麼多年 那是一間很小的廠 其實說說50人的廠 在其中寫字樓說說5個人而已 但是你對比下去 你看到很大差異 系統又不是齊的 那有沒有怕呢? 其實沒有怕過 心裡沒有怕 知道有什麼要做 如果將來有機會做 要怎麼幫忙 但是爸爸他說 喂 他說 喂 我記得我回去 完成了最後的兩個半年的時候 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真的回來的 你不回來 我不會搬上深圳 其實我心裡 很大影響力 他說真的嗎? 他說真的 但其實我覺得 他是嚇我而已 我能否回來 他都會搬上去 但他只不過 把這個壓力給了我 是 讓我說你回去 全神的叫做是你 帶我 讓我回去 但其實我說不回去 他可能還是要搬上去 你那時候二十多歲而已 二十 還未夠二十 剛剛二十一 二十一 剛剛大學畢業 是 你聽到這些話 那個感覺如何? 你很快回來 你不回來我就不上了 其實沒有的 我回來合作的時候 還有兩個半年未完成的時候 我也會承諾 自己心裡 因為想幫忙 因為看到有空間 可以進步 對比我在新浦江看到那間廠 當然 跟一間三千人的廠比你 五十人和三千人 哇 哇效果 當然 資源是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資源去做到 別人有多少的系統 也不需要一步登天 慢慢做 就是慢慢去補救 慢慢去做 由當初五六十人的一間 叫做小小廠 到現在其實全球 數一數二的磅稱生產商 所以我們今天的嘉賓 有磅稱大王的美譽 其實當中你說 發展是怎樣 你說去幫 因為過往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公司有進步的空間 那首先你是幫公司做了甚麼改革 首先我拿了電腦回公司 首先有部電腦 對,有部電腦 就是你大學 家裡部電腦 你自己的 對,家裡的蒸籠 第一個反應就是 媽媽說 不要玩 沒錯 打算回來打電話 弄破了它 你們用來做甚麼 工廠要這些東西嗎 你大學讀這個電腦有用 他不敢告訴別人要讀電腦 但是我媽媽就會覺得 你做了,我們想你做的事先 生意最重要 你拿電腦回來做甚麼 但其實那時候的環境是 又不要說混亂 因為他們的模式 運動了這麼多年 是 都可以 因為可能層次數還是小 他找到他的秩序 對,他有他的秩序 例如下訂單 是不用出公司的 是 打個電話就像扔米一樣 在黑皮寶寫下來就可以了 在貨倉也不用有印卡 是 看一看那些東西 就能猜到有多少數量 這真的是民間智慧 是的 其實那個年代很多廠都是這樣 是 很多廠都是這樣 但是怎樣去讓他們明白 或者肯接受 要開始有些系統 都打了一、兩年 他們開始在甚麼契機之下 接受你 還是有一個衝擊之下 你這件事可以做到 我想同時間 一個人做幾件事 不論是產品 即產品歸邊 即歸回一些對的產品 因為剛才我說過 我爸爸是跟洋行做生意 其實跟洋行做生意 其實他那時是五花八門的 即說得出的產品是 很多樣子的 鬚跑 充電鬚跑 電筒 有些玩具 有少許玩具 但不是我的年紀玩 當然不是那個年代玩 吸塵機 一些汽車的 插汽車的吸塵機 但是有一隻綁 不知為何突然1975年 做一隻機械的廚房房 但是我爸爸的做法就是 洋行給他 我做什麼 我做完一張單 就算了 是不是1975年的廚房房 就是這個了 是的 結作了1975年 但是設計很現代化 因為70年代的香港廠家 很多都會被其他外國的產品 是很簡約的設計 很有北歐風 是的 沒錯 這也是很可圈的 是的 很興奮其他外國的產品 覺得好 也挺好的 是的 但那個點是 我當時覺得 我爸爸也挺厲害的 就是洋行給他做什麼 他就去做 唯一是不敢碰的 是電子的 電子 有電子的 因為沒有這個技術 沒有技術 還有聽聞是他曾經請過 一些電子工程師 他們是管不了他們 因為他做的事 適合遇錯 你也不知道 是判斷不了 沒錯 變成是強機械的東西 強機械、強工程師 就是弱電子 弱電子 所以整個電子 即是剛才說的 有些電筒 那些模式是整個買回來的 都挺貴的 買回來的 當然那些是養大我們 供我們讀書的東西 是的 但是就很雜品了 很雜品了 你的MIS 或者那個 訊息管理 又如何排上用場 那有幾樣東西 那我搬到台電腦回去 我開始就想 喂 你是不是要回一些 採購程序 warehouse的程序 開始其實就是將以前 在那間3000人的廠 吸了過來 吸了過去 那其實一間3000人的廠 和一間小的廠 如果真的那個營運模式 那個流程 是一樣的 不相伯仲 是人數不同 不相伯仲 麻雀衰少 都要個誤狀 誤狀俱全 你始終都要做 是,始終都是個誤狀 不過你那隻是肥的麻雀 是瘦的麻雀 然後家裡就開始覺得 不是,這個肥味 那時候你肥仔味 從小到大都叫肥仔 肥仔好像有點療 不是有療,好像肯做 肯做就讓你試 你試,然後我就說 不如75年就綁很棒 那為什麼會選磅呢 其實小時候揭香港 Enterprise 其實那時候回來揭電器 說很多爸爸的同行 已經做了電器 做得很精彩 現在就要做遲了 電筒,他做電筒做得不錯的 但也有幾間在搭配 而且那時候大陸也開始做 那變成有壓力的 我看到機械的廚房綁 在雜誌裡面好像只有兩三間 這隻做得很準確的 可能有些機會 有些機會 我問爸爸說 可不可以多做兩隻出來試一下 只是一個廣告出榜 因為以前的廣告出出來 什麼產品都有 有人打來問 你們是不是洋行 對,真的是我們做的 做廠 不相信,人們不相信 你太多嘛 對,太雜了 沒有一個題目 所以我記得第一次出一個廣告 是三隻榜 開始真的有些想要買榜的外國 賣家,就真的來問 有時做公司也挺難 究竟我專業好還是雜業好 有時可能會叫你爸爸放棄 我這麼多年 你們都去了外國讀書 都是靠電筒、鬚跑 而要我放棄其實也很難 那他想起為何會容許你 其實我爸爸是很大膽的 大膽 大膽視野 其實壯志高飛 訪問他也可以 他離開了十多年 對 他在那個年代 肯讓你像孫悟空那樣亂舞 其實他不是打中你 他真的… 自受膽的 或者他自己也想做 不過最好有一個人先做 我就支持你 或者有一個人揹飛 揹飛 有什麼問題的話 兒子是你的問題 都說了你了 講到這裡有沒有興趣 聽我說的一個理論 請教授 因為我知道今天第一集 莊子高飛 不太誠實考我 我又帶了一句說話來 長長的 我會解釋 這個人叫做Robert Kennedy 是誰呢 John Kennedy就是總統 Robert是他弟弟 真的很不幸 兩個人都被人行釋 身亡的 OK 他是其實如日中天 那人家經常都問他 就是如日中天 如果他追 沒有被人行釋 他根本沒有問題 一定是總統來的 是不是做了八年就不知道 那些人問他 為什麼你會做了那麼多事出來呢 他有一個名句 大家留意一下 你明白這個名句 就知道什麼叫做壯志高飛 你明白這個名句 你就明白Sunny 還有Sunny的爸爸 其實在想什麼 他説 Some men see things as they are and ask why 即是那個人見到很多東西 見到了 啊 為什麼呢 好奇怪 哎呀 這樣就行 也不錯 有些叫做傻人 就叫做 I dream of things that never were 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玩過 問什麼呢 and ask why not 為什麼不行 Why not Why not 你一定要問 why not 為什麼不行 那你才可以去到壯志高飛 如果你經常都說別人出現了 啊 挺行的 我又抄一下 啊 都可以啊 我又試一下 別人做完了 你一輩子都不會去高飛 高飛的人就是有夢想的人 他自小 別人叫他做工商管理 他就跑去讀MIS 讀那些 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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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別人見了一堆東西 他就想到有一個榜 十滑就要一撇 由榜做到… 即是榜成大王 Why not 為什麼不行呢 其實我想爸爸都有這種思維 最好有個肥仔揹著他 我想就是這樣 那大家儘量在夢想那裡去想 那就會高飛 是 其實Sunny也是在想Why not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選一種專精呢 就是當我們很多時候賴以成功 對不對 都說幾個小朋友都可以去外國讀書 賴以成功的軌跡 其實都可以去行得通的時候 但是Sunny就說了一句Why not 就選擇了這個榜稱 作為你們專門的發展項目 但是我想做或者我覺得這是我公司的優勢 其實不代表一定成功的 轉捩點在哪裡呢 其實初初 剛才說了做機械的榜 做開 有些客人過來 做得好好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客人 就是有一個法國牌子 就是今天我們在2002年收購了的客人 你收購了客人 但是當時是我們最重要的客人 1990年 但是其實他的資料裡面 機械廚房榜 佔一部分 不是大部分 我看到他有很多電子的廚房榜 電子的浴室榜 那些我沒想過會做的 我開始問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可以教我門老怎麼做 甚至乎有個大學同學跟我說 算了,你搞不到的,不要搞了 複雜是不是 是啊 我打開一些外面買的回來 他看到有個CPU在那裡 你搞不到的 你沒有那些資料就不要搞了 然後我經常在想 資料就是要求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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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資源你可以到處拿 是的 但是你的承擔 不能買的 就不要買的,你要自己出的 是,你的承擔是一定要做自己的 我要高飛是要你出的 是的 怎樣訓練,你可以找師傅教你 是的 吃飽一點,或者吃強壯一點 很多迂迴的路 認識朋友 買零件的,買電子零件的 很多迂迴的路經過了 最後,很迂迴之後 真的做到第二天出來 甚至要做一遍 做得… 做得… 為何不… 為何不… 例如說一下電子的綁 如果大家記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你要踢一顆按鈕 是 它開啟0.0 你才會站上去 知道 這是電子綁嗎 這是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第一隻 1993年 就沒有了那顆按鈕 沒有了踢的那顆按鈕 現在還有些機器是要踢的 現在也沒有了 是我家裡的那部要 教授,快點換吧 或者送給我們做博物 好,博物館 現在那些是否是這隻的 差不多了 那隻更加超越了 一踢的按鈕 對 沒有了那顆按鈕 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想 這些不是我突然間想到的 又要跟一些電子組織出來 即是那時候出了一些東西 叫E-square palm E-square palm 以前的年代可能很貴 但是在1993年的時候 它都是幾毫字尾的一顆 我就問我哥哥 我問我可不可以離開一隻綁的時候 寄了那個綁的位置 即是拿了一個零 下次我就不用踢就站上去 是 一站上去叫醒它就能夠放 那就不用踢 沒有了一顆踢的 其實很簡單的想法 是你想不想的 你又有那個component 那個course structure 你做到 你又有些同事跟你組織 但是 那時候想到這件事 就不會去拿圖案 就這樣做出來 結果其實那隻是全世界第一隻 沒有一顆踢的磅 那接著別人拿了 沒有人拿了 我已經出了 結果大家一齊都是這樣做 是 你不可以說你不准做 是的 不可以說你不准做 也不要緊的 你試過一次 你以後就少走很多冤枉路 當然後來 那個節 正了 正了當然不是這樣做 所以由 OEM 走到ODM 就是自己去設計這個環境 是嗎 你不可以說給我們的聽眾 什麼叫做OEM 什麼叫做ODM 還說到OBM OK OEM就是我們六七十年代有很多廠家 外國給你設計 然後你就跟設計做 不能改變 是 那麼ODM 你就加入了建設的設計 在設計上面 是的 甚至乎有些客人就貼牌 你也算是ODM 是 到ODM ODM就是自己的品牌 那這個是不是屬於ODM 這個也不是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開發的一種脂肪磅 脂肪磅在90年代尾 我們推出了很多 但是其實 今天很多說 Connected Scale 就是磅可以接駁上手機 手錶 很開心 但是你試想一下 這隻磅是2001年出生的 19年 是 當時是沒有Bluetooth的 沒有藍牙 19年前沒有藍牙 沒有藍牙 Wi-Fi又沒有呢 好像沒有 Wi-Fi又沒有 都不是很多 都好像不覺的 不會那麼普及的 當時是碰巧 我有個朋友 很專注去做左下角的PDA 他也做得很厲害 是一個奇人 他很早期 自己做過這樣的類型的PDA 即是電子手帳 對 有幾個出名的牌子都是這些 不同的操作系統 他就厲害到自己的操作系統 香港的? 香港公司 這麼厲害 但當時我也算是壞的 我說你很聰明 但是不會有效 因為他自己的層次 你外面的OS太精彩了 就像今天的iOS和Android 如果我出第三個OS 是否這麼容易吸納到人 規模格 是的 但是我說 很厲害 我想把我的手帳 那 那個PDA 其實裡面只有一個應用程式 就是跟我的手帳 去做回今天 你調查自己的體重 是 身體重的東西 但是你跟那部手帳 和那部手帳 有很多技巧 你用電子頻率也行 我們還用了空外線 空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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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隻是全世界 第一隻的連接層 怎麼想的呢 總之就是… 探幻 探幻 但是當時 你給客人 2001年 告訴客人 這樣的價錢 不是吧 他們接受不了 一定是很高的價錢 很高的價錢 不會是市場接受到的 但是為什麼都要做出來呢 因為是垃圾產品 是 旗艦 旗艦 變成在客戶面前 他們覺得 大頭 厲害 大頭 大頭就 希望帶到其他東西 是 那是甚麼意思 大頭也是帶了你的知名度 在這裡你也帶了 跟科技 由工業走向科技的軌跡 不過其實你說 由五十人的公司 到這個磅秤大王的路 除了你貪玩 或者是你身邊有夥伴 跟你一起玩之外 其實百樂也很重要 你覺得你在整個過程之中 有甚麼人是你的百樂呢 很多的 我經常會想 百樂是一個正確的角色 說法 其實在你人生之中 有些人不是幫你的 是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但他未必是想害你 還是幫不了你 有些人是拿你的好處 這樣也更差 拿你的好處算不算害你呢 算了 算了 但我的意思是 其實他自己也相信 他就跟著叫你不要在意 但因為他 搞到你就不做了 心底是好的 心底是好的 或者他自己其實 想幫你 想立個項目做 但其實他的能力上是未必得的 那也不算了 那你說 是不是害你呢 很難說 最慘的是有心害你那些 是的 所以說 有這類人的角色出現 如果在那一刻 放棄了 那就沒有了 事情就沒有了 是 但是 就像我所說 誠意是買不到的 就是咬緊牙筋 我一定要做 我一定要做 認識我的朋友 不是做事 甚至會玩 都知道我有些事情 要不做 做一做 都很投入 對 玩都很投入 是的 玩都很投入 有很多厲害的事情 都很投入 玩都很投入 或者可能到2018年 做了科技員的主席之後 都很投入 所以變了有很多的變革 或者一些新的發展 我們弄成懶問題 是 喂 那科技員是玩還是投入 當然不是玩 行了 其實科技員前身 我跟教授服務過另一個研發中心 沒錯 那個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公職 是2006年 應科院 應科院 我們一起了 是的 我早了一段時間 你早了一點 我看到你了 但是當時我是 那個 Bord of Directors 我想我是最年輕的人 有些壓力 也啟發了我 讓我多讀書 那麼多教授 那麼多醫學的人 在這裡 讀多一些書 雖然我有其中一個想法 為快點去讀書 有時間去讀書 不過你 你回答我了 待會還有很長的位置 讓你發揮 是 是 剛才她說了一句說話 很重要的 就是信心買不到 這個投入感那些 是要自己給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有這麼厲害的投入感呢 真的要再聽下去才知道 沒錯 雖然去到科技園 絕對不是玩 但是會看到你的投入 但是由這個工業家 去到科技園 統領科技園裡面的 不同的科研的人也好 或者可能是醫療界 或者很多創科當中 究竟怎樣可以用到你的 理想法 叫先生 或者是其實在工業 和在科研當中 我們找到當中的關聯呢 在這部分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跟茶藝超和Sunny聊天 不過這時候 就將時間交給我們的 EMBA同學 就是直接跟我們今天的嘉賓對話 查博士你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是EMBA2021的梁錦成 在節目開始 聽到你很有持續學習的疫情 但是我們經常在坊間 會聽到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論調 管理理論是指上談兵的 做生意最重要是實戰的經驗 想請教一下你 你覺得理論和實踐 怎樣去結合 才會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有沒有一些你的親身經驗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梁同學的分享 剛才問到 很多時候我們看很多理論 管理學的理論 都是指上談兵 究竟如何把理論實踐呢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呢 Sidney 這個我自己覺得呢 在下級的時候呢 感覺不是很大 因為真的 那時候未做事做得足夠 是的 唯一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做過半年 共同 然後再回去結尾兩個星期 那個共鳴 那個光明 出不來 因為經驗真的不夠 但是做了17年之後 我再回去讀EMBA的時候呢 還有一些不同的同學去交流呢 理論和實踐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有很多特別的例子 譬如教授經常教我們左右圈 我們有很多 就是很多 教人向善的一些表達 一些是以前古書的一些 就是元亨利正那類 還記得的 因為那時候要做功課 要考試 考試就沒有了 要做功課 是夠課的 上課 其實有時有些同學 提起這些理論 其實這些理論不一定是書本裡面的 可能在古書裡面 辨出了一句話出來 那句話其實是 在今天的做事 社會 變成 一有這個情況 教授就叫我們做功課 一辨出 但是你說 你想想回頭 那些這樣的理論 其實在古代都有 是 到今天是應用的 那你說 教授的左右圈 我們說 我怎樣去做一些方法 去令到 要同化到客人和我買東西 或者我的產品 如何發展到一個程度 我要靠甚麼人去幫助自己 其實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真的 我出來做了事之後 再讀書 整個感覺很不同 無論是七年 或者好像查博士 搞了十七年才再讀 同樣有不同的感覺 很多東西會 真的你有了工作經驗 讀完之後 會有不同的結果 查博士你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是EMBA的2021 Kelvin 我想問一下 你是工業家出身 同時你是香港科學員的主席 現在世界上色萬變 很多人說 2.0工業 3.0 甚至4.0 你怎樣可以幫助香港還有的工業家 去迎合這個新挑戰呢 多謝 工業2.0 3.0 4.0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手法來的 香港如果做再工業化 我自己覺得是 工業家做的過程 其實要看自己的業務 流程 各思各法 是否各方面都可以選擇 工業4.0來做呢 不一定是 那是否整條生產線要全自動化 要Dark Factory 才叫做先進製造呢 其實要看你的行業做甚麼 看你自己的流程做甚麼 那是否一部分已經足夠 已經更加有那個 Efficiency 一定是自己去看 但是 當然 工業4.0 或者有很多先進的科技 可以接種到生產工業 這是無可厚非的 一定是對工業再工業化有幫助的 那究竟工業是否黃昏 又甚麼叫做工業4.0呢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 香港科技園主席 茶藝蕭Sunny 怎樣可以帶領科技園 將我們一些工業 我們再工業化呢 那我們就會稍後回來 繼續跟Sunny聊天 TAFE Baba agement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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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